本地新私宅销售量持续下滑 5月份只售出221个单位 比上个月减少了大约27% 写下两个月以来的新低 市区重建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 发展商在今年5月共卖出221个单位 年比下跌近79% 其中中央区以外的私宅 共售出了141个单位 其他中央区和核心中央区的私宅 则分别卖出了53个和27个单位 此外发展商5月份只推出了248个新单位 有分析师表示 由于缺乏新私宅项目推出 再加上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 促使新私宅销售较为缓慢